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上課的主題是機器人理財簡介 我是台大財經系張森林教授 那首先我們來定義一下什麼叫做機器人理財 機器人理財的英文就是ROBO ADVISOR 顧名思義他的本質就是提供自動化的財務顧問服務 透過網路線上的互動 依據這個投資者的這個投資目標及風險承受度 然後透過電腦程式的演算法 提供自動化的投資組合建議 這個不像傳統的金融機構 需要許多的理財專員提供服務 機器人理財的優勢在於提供低成本的理財服務 那機器人理財為什麼會興起呢? 從供給面來講 機器人理財是金融科技發展的最佳範例 可以協助落實普惠金融 讓小資主跟年輕人用很少的資金就可以購買指數ETF 投資全世界的股票和債券 獲取合理的市場報酬率 從需求面來說 許多投資人因為貪婪和恐懼而追高殺低 貪婪的話就是看到股票在上漲的時候 你會想要買更多的股票 所以就會追高 恐懼的時候就是看市場在下跌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賣出你的股票 那就會殺低 所以這樣導致績效不佳 因而開始體認到有紀律的指數投資 是最適合大眾的投資方式 機器人理財能夠克服投資人的人性弱點 避免追高殺低 協助投資人嚴守投資機率 因此獲得越來越多投資人的青睞 指數投資是現在的一個世界風潮 這也助長了機器人理財的蓬勃發展 許多投資專家也推薦指數投資 例如巴菲特他在2013年 給伯克希爾黑澤威股東的公開信中有提到 我的投資建議再簡單不過了 就是將10%的資金投入短期政府公債 90%投入低成本的S&P500指數基金 S&P500是美國非常重要的一個股價指數 他就是由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 所組成的一個股價指數 所以巴菲特提到 我相信這樣的投資方式長期而言 績效優於大部分的投資人所僱用的 專業基金經理人的績效 所以從這個公開信中我們可以了解 像巴菲特這樣厲害的投資專家 他也認為說指數投資的長期績效其實是最好的 好在簡單的介紹機器人理財的這個定義 還有他跟指數投資的關係之後 那我們來看傳統我們在做投資理財規劃的時候 其實非常重要的就是財務顧問 那機器人理財其實就是自動化的財務顧問 所以我們必須了解財務顧問他扮演的角色 財務顧問俗稱理財專員 他的角色就是提供投資人財務規劃的服務 並收取費用 目的在協助投資人達成財務目標 常見的財務目標包含 小孩教育基金的準備 退休金的準備 購物資金的準備 或者累積長期財富等等 好所以有了這些財務的目標 那我們就需要透過財務顧問的協助來達成這樣的目標 那在財務規劃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透過詳細的問卷調查 以了解投資人的財務目標及風險屬性 並且請投資人提供詳細的資產 負債收入及支出等財務狀況 以進行財務見解 所以這個第一個步驟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了解投資人的財務目標風險屬性 還有他現在的財務狀況 那第二個步驟就是 確實的制定這個詳細的財務規劃書 它的角色就像衛星導航一樣 我如果要從台北到高雄 那衛星導航會告訴我 要開什麼樣的高速公路 那大概需要花多少時間 所以一步一步的 我可以透過衛星導航的指示 然後到達我的目的地 同樣的這個財務顧問 它規劃的財務規劃書 也是類似這樣的一個角色 它可以逐步的協助投資人 達到他的財務目標 那財務規劃書裡面 會彙整投資人的財務狀況 敘述投資人的財務目標 然後建議投資的金額 並提供適合這個投資人 風險屬性的資產配置 資產配置我們又叫做投資組合 然後透過這樣的資產配置 可以一步一步的協助投資人 達到他所需求的這個目標 那最後投資人會按照這個建議 開始投資 然後財務顧問會定期跟投資人面談 然後檢討這個投資績效的狀況 並且提供投資組合調整的修正建議 投資組合調整 我們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投資組合再平衡 後面也會提到 所以做完一個投資之後 並不是說放著不管 因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投資組合可能不再適合這個投資人 所以需要去做檢討修正 這個就是所謂的投資組合再平衡 好 所以我們一般的財務顧問扮演的角色 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 這個自動化的機械理財服務 它其實有五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就是問卷的填達 那它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投資人的財務目標 跟風險偏好等等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這個資產的總類跟投資工具的挑選 因為這個自動化的這個財務顧問裡面 它會幫我們去挑選好適當的資產 達到這個投資組合風險分散的目的 那也會幫我們挑選投資工具 是採用ETF或共同基金 這個後面也會講 好 那第三個要項 就是投資組合的權重分配 好 所以第二個步驟完成之後 我們挑選出來的資產 每一個資產要投資多少金額 它的權重分配 這個需要有投資組合的理論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四個要素就是投資組合的調整 剛剛有提到過 這個就是投資組合的再平衡 所以這個定期需要去檢視 我們的投資組合是否還是適合這個投資人 那最後就是投資組合績效的監控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機器人理財服務的五個要素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問卷的設計跟分析 剛剛提到問卷的目的 是為了了解投資人的風險偏好 投資目的跟投資時間的長短 是否有投資行為的偏好或偏誤等等 那網路問卷的話 一般來講提數不宜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 投資人沒有耐心去回答 但是太少沒有辦法達到我們 上述問卷的目的 所以一般來講 大概就是在10題左右 是比較合適的 那我這邊舉例來說明 美國有一家非常知名的這個券商 叫做Charles Schwab 那Charles Schwab他事實上也有提供這個機器人理財的服務 他叫做Charles 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 那我有使用過他的機器人理財服務 那使用他的服務的時候 他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我告訴他這個投資目的 所以這一頁是我從這個網頁上去做截圖 那所以呢他就是要求我告訴他投資目的 因為不同的投資目的他的資產配置的比重會不相同 因為如果是短期的投資 那基本上就不適合承擔太高的風險 但是如果是像退休金規劃 適合長期投資的 那就可以承擔比較高的風險 那他問的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對於股票債券跟ETF的了解程度 是完全不了解還是說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那所以這個投資人就可以按照自己實際的狀況去填寫 那當然對金融知識越了解的話 那他應該比較有能力可以承擔風險 因為他知道投資的本質就是會承擔一部分的風險 所以他可以理解然後認同 那如果對金融知識比較不了解的投資人 那他可能就應該稍微降低他的風險承受的程度 因為他不理解如果有損失的時候 他可能會就是對投資很失望 甚至放棄投資 所以金融知識的了解程度 對於投資人的風險屬性跟風險承受度也會有影響 所以整個來講問卷其實有很多題目 那我這邊就是提供兩個題目讓大家去了解 好所以做完問卷之後 這個機器人理財公司 他會把投資人按照他的風險屬性去做分類 一般來講我們會分成三類或四類的這個投資人 那如果分成三類的話大概就是分成積極型 穩健型跟保守型 那積極型的投資人他願意承受投資本金相當程度的損失 來追求較高的這個投資報酬率 所以他的風險承受度是比較高的 那穩健型的投資人他願意承受少量的這個本金的損失 來追求合理的投資報酬率 所以他的風險承受度是中等的 那保守型的投資人他的風險承受度是最低的 他希望能夠避免本金的損失 所以這個風險屬性非常重要 就是對於積極型的投資人 你就可以幫他多配置一些股票的資產 因為股票的風險是比較高 那他的長期報酬也比較高 那對於保守型的投資人 你就要幫他配置比較多的債券的資產 債券的風險比較低 那同時他的報酬率也比較低 所以這個就是按照投資人的風險屬性做資產配置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 那另外風險屬性跟風險承受度 根據這個生命週期資產配置理論 其實跟年齡有關 越年輕的這個投資人 他可以承受比較高的風險 所以他幫他配置的股票的 這個ETF的比重可以越高 那許多機器人理財公司 都採用這個生命週期配置方式 他會自動化的 隨著這個投資人的年齡增加 而逐漸降低他高風險資產的配置比例 比如說我這邊提供了一個圖 是這個阿爾法投顧 他的這個生命週期配置的一個示意圖 所以從這個示意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年輕的投資人 他可能有80%的資產 是投資在這個股票類的資產 然後隨著他年齡慢慢的增加 他的這個股票的這個配置的這個比重 會慢慢的減少 那到退休的時候可能股票的比重 已經降低到50%甚至更低 這個就是所謂的生命週期的這個配置方式 所以這個機械理財服務 他因為是採用這個電腦自動化的這個管控 所以可以很簡單的做到這一點 好所以這個是問卷跟資產配置的關係 來瞭解一下投資人的風險屬性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要幫投資人挑選 資產的總類跟投資工具 那機械理財服務呢 他協助這個投資人進行資產配置的時候 需要有系統性跟科學性的方法 來決定所挑選的資產總類跟數量 所以從這個投資組合風險分散的角度來講 他挑選的資產 他報酬率之間的相關性要越低越好 也就是說這些資產不能夠同時都是上漲 或同時都下跌 因為如果是他有風險的分散度的話 當有一些資產上漲的時候 另外一些資產下跌 他剛好風險可以有一部分的抵消 那一般來講我們知道股票跟債券 其實他的相關性很低 所以股票跟債券都會納入 那像現金是最安全的一個資產 但是報酬率當然也是最低的 通常也會納入這個資產裡面 那大部分的機械理財也會納入抗通膨的資產 這個在美國 他就是所謂的 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英文簡寫叫做TIPS 那這個抗通膨的資產顧名思義 他的資產的價值會隨著通貨膨脹的上升而增加 那另外機械理財可能也會把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英文簡寫就是REED納入 那不動產信託基金的投資可以讓投資人享受 這個不動產資產上漲的好處 所以這個也有非常多的機械理財公司會將這個資產納入 那有一部分的機械理財會納入商品類的資產 像黃金的ETF 那這個是也有一些公司會納入 那或者是因子投資的資產 因子投資的資產 例如說價值型的指數ETF 那會納入 那這個就是有非常多的資產 總之挑選資產的這個原則 應該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投資組合風險分散的這個角度 那當然你有會考慮到這個資產 它的長期的報酬率的高低 那一般來講 基線理財它納入的資產總類跟數量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的風險分散程度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不只是資產的分散性非常好 那投資的區域分散性也非常好 待會我們後面會有一個投資組合讓大家來看 好舉例來說 這個是BlackRock 它有一家機械理財公司 那家機械理財公司叫做Future Advisor BlackRock是美國非常大的一家投信公司 那它成立的這一家Future Advisor 是一家專做機械理財服務的公司 那Future Advisor 它把這個資產池就分類成下面這個圖 所以它整個投資組合主要就是分成兩大部分 就是Stocks就是股票 Bonds就是債券 那股票它又分得很細 有本國的股票 那本國的股票又再分成全市場指數的這個ETF 還有價值型的ETF Value就是價值型的ETF 然後Small Cap就是小型股指數的ETF 所以它分得非常細 本國的股票分成三大類的資產 那另外一類的股票就是外國已開發國家 就是在美國之外的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這個指數 有全市場的指數的ETF 一樣也有Value的ETF 還有Small Cap的ETF 所以呢 這個股票就分得很細 本國外國已開發 還有呢 新興國家Emergent Markets的ETF 那這個 新興國家它就沒有再分得那麼細 因為新興國家的市場規模比較小 所以就可以不用再分得那麼細 那另外它也 投資在REITF 就是這個不動產 這個證券化的這個商品 那包括本國跟外國的REITF 它都有投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這個資產的分類 其實分類的很細 那在債券的部分 它也是分成本國外國跟TIPS TIPS剛剛有提到 它就是抗通膨的債券 那所以這個債券它也是分得很細 那從這個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機器人理財 其實就是會幫投資人 配置在非常多的地區的這個股票跟債券 那以達到一個非常 這個風險分散的這個投資組合 好 除了資產種類的選擇之外 那最重要的是 要選擇哪些投資工具 一般來講 我們做投資 就是大部分 最常用的就是購買這個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英文就是Mutual Fund 或者是ETF ETF的英文就是Exchange Traded Fund 也就是在交易所買賣的基金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是基金 我待會會更詳細的做一下說明 好 所以到底要選擇共同基金還是ETF 那美國的機器人理財公司 例如Batman WheelsFront等等 全部都是採用ETF為投資工具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ETF的經理費用跟交易成本非常的低 而且可以幫助投資人獲取市場報酬率 而台灣的機器人理財 大多是採用共同基金為投資工具 這種業務模式是有瑕疵的 業者把機器人理財當作共同基金的銷售管道 長期而言對投資人是不利的 因為共同基金每年的經理費用 遠高於ETF的經理費用 而且大部分的共同基金 長期績效都不如ETF 好 所以我這邊就來稍微解釋一下 共同基金跟ETF 然後還有比較他們的差異 那共同基金是由投信公司 也就是所謂的基金公司 募集投資人的錢 然後放在銀行的信託帳戶 然後由基金經理人負責投資管理 決定要購買哪一個股票 哪一個債券等等的 所以他就是由專業經理人來進行管理 那投信公司每天會按照基金的淨值 來收取這個經理費用 所以這個是他主要的架構 那他的好處就是透過這個專業的經理人 來幫我們管理這個資產 但是要被收取這個經理費用 那前面有提到 共同基金的經理費用 其實相對ETF是比較高的 待會會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那共同基金的投資目的和風格 會記載於公開說明書 所以共同基金在募集之前 必須跟主管機關呢 承報他的這個公開說明書 然後這個公開說明書裡面 就會提到他要投資在哪裡 比如說他要投資台灣的股票 他投資風格 比如說他是採用這個價值型投資 或者專門投資這個小型股 所以這個都會記載在公開說明書 那共同基金 我們一般按照他的投資標的 就會分成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跟平衡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 其實他就是股票跟債券都會投資 所以按照風險來講 股票型基金的風險最大 其次為平衡型基金 那債券型的基金通常風險是比較低的 那ETF其實也是一種基金 但是他是採用被動的投資方式 他的交易方式也不同 那什麼叫被動投資 那我們這邊來做一下解釋 剛剛提到ETF跟共同基金 都是由投信公司 雇用專業的經理人 來幫投資人管理這個資產 那他主要的差別在於 ETF是按照這個指數去做投資 所以這個基金經理人 不能決定買賣股票的總類跟數量 所以稱之為被動投資 前面提到巴菲特鼓勵美國人購買 S&P500指數基金 那其實他就是一種被動投資 那所以如果是S&P500的指數基金 或S&P500的指數ETF的話 那這個基金經理人 他只能購買這個S&P500的這個資產 指數裡面的500家公司 這個成分股 他不能投資其他的這個公司的股票 而且呢每一家公司的這個股票 這個購買的金額呢 他的比例必須和指數的這個權重 是一樣的 比如說S&P500裡面 這個Apple這家公司 他的這個佔比可能是2% 所以這個基金經理人呢 就必須把他管理的資金裡面的2% 去購買Apple的股票 所以他完全是被動遵守這個指數 去做投資的 所以我們稱之為被動投資 相反的一般的共同基金 是由基金經理人主動去選股 並且決定每一個股票投資的金額 所以稱之為主動投資 所以這個共同基金的經理人 他其實是負責 是有非常大的責任 要去挑選未來表現比較好的股票 而且投資比較高的金額 那當然他能不能夠選股選得很好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經濟經理人的能力 就會影響這個主動投資的這個績效 好所以這個是ETF跟共同基金 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第二個差別是ETF是在證券交易所交易 所以每天的成交價格 從開盤到收盤間 會隨著市場行情的波動 隨時反映著單位進址的變動 所以開盤的時候 如果市場是上漲的 那ETF的價格通常也是上漲 那如果盤中這個市場價格下跌 那這個ETF因為是追蹤市場指數 它的價格也會跟著下跌 所以ETF的好處就是 它的這個成交價格是非常透明 然後你可以在整個證券交易所交易的時間 都可以去進行交易 比如說以台灣來講 我們台灣證券交易所這個交易的時間 是早上9點到下午1點半 所以這一段期間 投資人都可以進行這個買賣 那相對的共同基金呢 是透過銀行券商或者基金平台 基金平台裡面我比較推薦的像基附通 那透過這些銷售管道呢 投資人可以去購買共同基金 那每天的成交價格 其實就是當天的基金的單位禁止 所以這個價格是每天只有一個價格 那投資人只能按照這個價格去購買或賣出 好 那這個主動投資跟被動投資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們投資人很關心的 那ETF投資績效的好壞 主要就是由市場來決定 因為ETF是被動投資 它是市場指數來決定這個投資組合 所以市場表現好 ETF的績效就好 市場表現不好 ETF的績效就不好 那相對的共同基金績效的好壞 當然也會受到市場的影響 比如說一個台股基金 當然當這個台股市場大跌的時候 這個台股基金通常也是會下跌的 所以它還是會受到市場的影響 那另外基金經理人的選股能力影響也很大 如果市場都在上漲的時候 這個基金經理人挑選的股票 都是比較差的股票 都不會上漲 或者漲的比較少 那這樣其實它的績效就會比市場的報酬率來的差 那長期來講 過去有很多的實證研究都發現 這個基金的績效都輸給市場指數 那ETF的績效 因為它是追蹤市場指數 所以它的績效跟市場指數會非常的貼近 那我這邊隨便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這是某一檔基金 我們可以看到它10年的績效是234.02% 其實在同類組基金裡面排名是非常前面的 就是91%排名前91% 那它對應的這個基準指數 也就是它的這個對應的市場指數 在這10年裡面 上漲的比例 卻是256.92% 所以從這個例子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排名這麼前面的這一檔基金 它其實它的績效還不如市場指數 所以這個就是 舉一個例子讓大家了解 共同基金其實你投資的時間 越久之後 它事實上很可能會被市場打敗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指數投資 在這幾年越來越受到歡迎的原因 因為越來越多的投資人 體認到長期投資來講 這個指數投資是優於共同基金 好 那這個採用共同基金當作投資工具 其實還有很多的缺點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我們很難去挑選到 未來績效會比較好的共同基金 因為基金績效的穩定性 通常也不加 這個過去的實證研究也發現 比如說去年績效前段班的基金 很可能它今年的績效 就會變成後段班 所以這個就叫做基金績效的穩定性 所以這個不像我們學生的成績 像學生的成績它的穩定性就比較高 這個班上成績排名比較好的學生 它上一次的這個段考跟這一次的段考 很可能都是前段班 但是這個基金的績效 過去的研究發現卻不是這樣子 它的績效非常不穩定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致命的缺點 那此外呢 採用共同基金當作投資工具的缺點 就是它的經理費用比ETF高出許多 那加上它的這個持股周轉率比較高 因為共同基金的經理人 為了要想要達成提升它的績效 它就會比較常常積極的去買賣 它會把表現不佳的股票賣掉 然後去追逐那些最近表現比較好的股票 所以這個叫周轉率 它會常常在買賣它的這個基金的這個持股 那就會產生交易費用 所以每年的這個總費用率呢 是比ETF的總費用率高出許多 所以費用率就是我們報酬率的減相 所以費用率越高當然長期報酬率就不佳 這個也可以佐證前面所說的 為什麼這個基金長期績效是不如市場的ETF 那我這邊來說明 舉例一個例子就是總費用率的差別 例如在2020年 有一檔這個台股基金叫做國泰國泰基金 它的總費用率高達3.11% 但是另外一檔國泰台灣低波動股力金權ETF 這個是一檔ETF 它是追蹤的是一個低波動股力金權指數 所以它的總費用率只有0.61% 兩個在一年的費用率裡面相差高達2.5% 所以這個費用率的差別其實就會造成長期績效的差距 所以基於上述種種原因 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偏好投資ETF而非基金 那這邊也提醒一下同學 未來我們做投資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注意它的費用率 像在台灣來講 基金的費用率是可以在網站上公開查詢得到的 所以我這邊也提供了這個網址的連結 那所以如果你有購買共同基金 要去關注一下你的基金跟你收取的費用是多少 還有它的交易費用是多少 因為這個都會影響你的投資績效 好所以這個我舉例來說明一下 像剛剛提到美國的機器人理財 它都是採用ETF 那像Betterman是美國最早的機器人理財公司 那它歷史悠久而且績效非常的卓著 那你可以看到它採用的這個投資工具都是ETF 那這些ETF就是剛剛提到的 其實它投資在很多國家的這個股價指數 包括股票的股價指數跟債券的這個股價指數 所以採用ETF作為投資工具是國外的這個常用的方式 而且他們的投資組合包含的資產種類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分散 好所以介紹完資產的種類跟投資工具的挑選之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投資組合怎麼建構 也就是每一類的資產要這個投資多少的這個權重 那投資組合的建構其實主要遵循的是我們投資組合的理論 就利用不同資產風險分散的特性來建構投資組合 然後找到相同風險下報酬最佳 或者是相同報酬下風險最低的投資組合 那這個其實就是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Harry Markowitz 他所提出的效率全員理論 所以投資人要在這個效率全員上去進行投資 好所以這張圖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到效率全員 那效率全員來講就是最佳化的投資組合 那機器人理財公司幫你挑選的最次投資組合 會落在這個效率全員上 然後按照投資人的風險屬性跟投資期間的長短來挑選 適當的這個風險等級的最次投資組合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年輕人在做退休金的這個投資的話 那他可能幫他配置的就是效率全員的這個最右上角 這一個投資組合就是90%的股票 10%的債券的這樣的投資組合 所以他是屬於高風險的投資組合 但是他的期望報酬也是最高的 那另外如果是一個50歲以上的這個投資人 他在做退休規劃的時候 他可以承擔的風險可能就比較低 所以機器人理財公司幫他配置的可能就是一個30%的投資組合 也就是30%的股票70%的債券 那這樣的投資組合是屬於低風險的投資組合 他的報酬率相對也會比較低 所以其實我們財務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報酬跟風險 必須做一個取捨 所以你挑選的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組合 就會有高報酬 挑選的是一個低風險的投資組合 他的報酬率就會比較低 但是不管怎麼樣挑選 你應該都要在這個效率全員上面去挑選投資組合 那這個具體的投資組合的權重概念很簡單 但是在一些計算的細節上面是比較複雜的 如果同學未來有到財經系來進修的話 那就會學到這個比較尖端的這個理論 好 所以我這邊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這個就是Beterman 50-50的投資組合 這裡面有50%的股票跟50%的債券 那在這個投資組合裡面 他有投資美國的股票 VTI就是美國的全市場指數的ETF 那他也有投資外國以開發國家 這個EFA這一檔ETF 這邊有他的這個Ticker EFA 他就是外國以開發國家指數的ETF 那EEM這一檔就是這個新興國家指數的ETF 這樣依此類推 所以整個股價指數的ETF 總共採用了6檔 他的權重分別在他的左邊 那加總起來是50% 那另外他也挑選了4檔債券指數的ETF 那他的權重也是在他的左邊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很清楚的可以發現 這個投資組合 投資了10檔這個ETF 然後他其實是非常的分散 有投資到全世界的股票跟債券 所以這個投資組合建構完成 開始投資之後 那後續就需要去做投資組合的調整 為什麼呢 因為投資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投資組合的權重會偏離原來的目標權重 比如說原來適合這個投資人的是一個50%股票 50%債券的投資組合 那因為近期股票上漲 所以股票ETF的這個總價值就佔比就會上升 假設說上升到60% 那債券的佔比當然就是下降到40% 導致整個投資組合的風險增加 因為債券的這個比例降低 然後這個股票的比例上升 所以必須去調整投資組合 就必須賣出部分的股票的ETF 買進債券的ETF 重新將這個股票跟債券的佔比都調回到50%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投資組合再平衡 那這個機器人理財因為是自動化的投資管理 所以他非常容易去做這件事情 那債平衡的方式主要就是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就是定期再平衡 那常見的週期是每一季或每半年執行一次再平衡 所以就是我每一季 這個我就會把這個權重重新調回到原來的權重 那這個自動化來執行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那第二種調整方式是投資組合的權重 偏離一定的程度之後再觸發執行再平衡 比如說以上面的例子來講 他的偏離已經達到了10% 那如果我設定的這個偏離程度也是10% 那這個就會觸發這個執行再平衡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電腦自動化去監控這件事情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這個也是機器人理財這個的優勢 因為他全部都是電腦程式自動化管理 所以不管你是採用定期再平衡或這個權重偏離再平衡 其實都可以非常容易的自動化執行 好所以投資組合再平衡有什麼樣的優點 剛剛其實有提到就是可以讓資產配置 重新回到這個適合投資人的風險屬性 所以下面這邊有一個示意圖 當這個股票的權重增加的時候 這個投資組合就會過於積極 風險過高 然後必須把它調回原來的這個初始的配置 那或者是說這個債券的權重偏高了 那這個投資組合又過於保守 所以也必須再把它調回初始的配置 所以這個再平衡它的好處就是可以讓這個投資組合 維持在適合這個投資人風險屬性的這個配置的這個狀況 那過去的實證研究也發現 投資組合再平衡可以增加平均報酬率 那每年來講可以增加的這個報酬率 介於0.5%到1%之間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它的優點 好最後這個機械理財呢 它會包含這個績效的監控 那因為這個投資後 那要幫投資人定期的去檢視這個績效 提供這個具體的數字 那因為機器人理財服務上市時間太短 而且市場這幾年都是多頭走勢 所以沒有走完一兩個景氣循環 不知道機械理財它的績效跟風險控管能力 所以目前許多機械理財公司 都是採用目標導向方式 也就是提供預定績效的路徑供投資人參考 比如說在這張圖裡面呢 我曾經使用過Wheels Fund的機械理財服務 那他就是告訴我說 我投入的這個金額三萬六千多美金呢 會這個緩步的成長到我退休的時候 這個資產的價值會成長到七萬三千多美金 那退休之後我開始提領這個資產的價值 會慢慢慢慢下降到零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gold based approach 他告訴你未來資產 預定的這個變化的這個路徑 那你就可以了解說你資產的這個整個走勢 所以這個就是績效的一個監控跟參考的一個提供的方式 這個是機械理財公司可以提供的 好 所以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來試用一下 我比較推薦的一個機械理財服務 就是阿爾法投顧的機械理財 因為這一家機械理財公司 他採用的就是ETF幫投資人做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網站 然後我們進去裡面實際去試用一下他的這個服務 那我們就選擇登錄 那你要先註冊一個帳號 那因為我已經註冊好了 我就把我的資料登錄進去 然後就可以進入 那進入之後你回到他的首頁 Home page 那他的首頁你把它拉到最下面 他這邊就有一個投資試算 這個投資試算就是把我剛剛講的整個流程 包括這個問卷的這個填達 然後他會給我一個風險屬性的測驗 然後就是做一個歸類 然後最後幫我配置一個投資組合 好我們來進行投資試算 那挑選一個投資目標 我是挑選的是提早過退休的生活 我的性別是男性 然後我的年齡是54歲 然後我打算投資的方式是什麼 可以採用單筆投資 也可以單筆投資加定期定額跟定期定額 好那我選定期定額好了 好那我每個月要投資比如說2萬塊 好然後預計幾歲退休 我預計67歲退休 好然後他這邊其實很好 他有告訴你說退休以後 每個月需要的生活發揮大概是34000元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政府的這個統計資料 所推估的 我退休的時候適當的每個月的這個生活費 最少大概就是34000元左右 好那所以我們就同意用這個推薦金額來進行試算 好那接下來他就有一些風險屬性的這個評估的問卷的問題 他問了七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對股票債券跟ETF的了解程度 好那我是完全了解 好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看到有100萬元虧損 超過20元的時候 那你會做什麼 好那我來講我可能會 就是什麼都不做 就觀望 然後呢 我對於風險的認知是什麼 擔心失去一切還是 我認為這個是報酬的機會 因為高風險高報酬 好那另外這也是看 你喜歡的是固定薪水 還是你喜歡的是業務獎金 這也可以看得到這個投資人是比較 風險愛好或風險區幣的 那我來講我是比較保守 我希望是固定薪水為主 好那另外就是說 你會不會常常去 查看你的投資狀況 那有些人是常常去看他的 這個投資帳戶的狀況 有些人是很久才看一次 那我應該是都有可能 好那再來就是 讓你去做挑選兩個方案 一個是確定可以拿到五萬塊 另外一個就是有風險 有一半的機會可以拿到十五萬 一半的機會 好什麼都沒有 那我應該會挑選A 好那接下來他有四個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的話 是比較低風險的這個投資組合 那投資組合D 是高風險的投資組合 那我應該會選C吧 就是適當程度的風險 我願意接受 好所以做完問卷之後呢 他其實就會幫我做這個資產配置 所以就可以看到他幫我規劃的 這個投資組合的狀況 好那他這個 機械理財很好的這個地方 是他可以告訴我說 我達到我的目標的機率 因為我的投資金額每個月兩萬塊 那投資期間因為比較短 我現在54歲到退休只有13年 那這樣的投資金額 我退休以後如果每個月要花三萬四千塊 其實他成功的機率很低 只有32% 那他幫我配置的投資組合就是 Alpha60也就是60%的股票 40%的債券 這個我們一般把它稱作為成長型的這個投資組合 風險大概是不是介於中間 那這個投資組合他的年化報酬率 預期來講是8.27% 所以這個提供了相當多的這個資訊 那因為成功機率很低 所以呢 他就給我一些建議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的成功機率 達到85%以上 他說你可能要延後退休 可能要到71歲以後再退休 那或者是說呢 你把增加一個單筆的投資金額 就是我這個 起初54歲的時候我就投入135萬 或者要把每月的定期定額提高到2萬 那這個我已經是2萬了 所以沒有辦法再提高 或者把每月退休的發費降低到2萬塊 總之 像這個Alpha他的這個試算平台呢 就可以讓你了解你的投資規劃 可能的這個結果 他們是採用所謂的蒙蒂卡羅模擬法 這個蒙蒂卡羅模擬法呢 就可以去模擬未來資產的這個走勢的狀況 然後也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在退休的時候 你大概會有多少資產 然後你這些資產夠不夠用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他提供的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下面有這個退休前 這個資產的變化圖 那這一邊中間的這個情況 中間這條線就是 他幫你配置投資組合的一般狀況 那上面這個是比較好的狀況 這個可能是對應到90%的這個幾率的這個 比較好的這個幾率的狀況 那下面這條線是比較差的狀況 就是10%幾率對應的那個你的資產的這個價值 也就是退休的時候資產的價值 中間這條線是中位數 就是50%的幾率對應的價值 那最下面這一條橘色的線就是銀行存款 那銀行存款呢 他基本上好處是沒有風險 就是確定是這樣子 緩步的上升 但他最大的缺點就是 他的長期投資報酬率其實是很差的 好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這個基線理財公司提供的服務裡面 可以讓你這個看出來未來績效的一個範圍 所以好的狀況跟差的狀況 他的範圍會差距很大 你就可以知道你資產的這個未來資產的價值 會在一個範圍裡面 那退休後呢 他也會去幫你這個試算 他你的資產價值的這個變化 因為退休之後你每個月要領出34000塊 所以你的資產價值很可能會下降 那如果是比較好的狀況 資產報酬率很高 那你的退休後的資產下降就會比較慢 那如果是很不幸的是遇到比較差的狀況 那你退休後的資產就會下降的很快 這個就是比較低的這一條線 那這個存款呢 採用銀行存款他這個資產呢 下降的速度也一樣是非常的快 而且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這個也可以讓投資人去參考 你大概未來可能碰到的各種可能的情境 那有成功機率 剛剛有講 就是這個錢呢 大概按照他剛剛來講 你在70幾歲之前 76歲之前呢 基本上都是夠用的 成功機率高達99% 然後77歲成功的機率就開始降低了 有可能3%的機率你會不夠用 這樣以此類推 那到90歲的時候呢 你成功的機率只有32% 也就是到90歲的時候你有只有32%的機會 你的這個投資組合呢 沒有用完 那有高達68%的機率 你會不夠用 你的錢都已經用完了 所以這個就是 基線理財服務非常好的一點 他提供了非常量化的數字 可以讓你去理解 你做完投資組合配置之後 你未來可能面臨到的各種情境 這個是給大家去做參考 好 所以再回來我們這個機器人理財的優點跟特色如下 第一個 他就是透過金融科技提供低成本的顧問服務 第二個 他可以協助你投資全世界的股票跟債券 風險的分散性最佳 第三個 透過電腦跟行動裝置 他使用非常的簡便 第四個 就是可以克服人性的弱點 依照投資組合理論紀律投資 第五個 他可以提供客製化的目標導向投資 提供目標達成的機率 那第六個 他使用低成本的這個ETF 來獲取市場報酬率 那唯有使用ETF作為投資工具 才是正確的機器人理財服務 那最後一點 他可以協助你追蹤投資的狀況 投資組合可以自動再平衡 以增加績效 那以上介紹 這個整個機器人理財的一個簡介 謝謝